十一年前的話 我自己的黨媒性走成那種 我離開了黨 離開黨以後 在這個十幾年 我都沒有到哪一黨去 甚至有些其他的黨 邀我到他們黨去 我也秉持我自己的原則 也沒有到其他黨過 就像這一屆來講 十九屆來講 我反而在無黨籍的 沒有任何壓力下 沒有包吾的在監督市政 我大膽的就是為民喉舌 來為民爭取各項的建設 年底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 競選六連霸的五號 七堵現任市議員張耿輝 全家總動員 特別是女兒以及媳婦 還向公司請假留職挺心 不但為張耿輝量身拍攝 感性的競選短片 在網路上播出 更設計出Q版的人形立牌 為張耿輝助政拜票 耿輝在這邊 特別要感恩我們的家人 尤其從政這多年來 對我全力的支持 以照顧 尤其無願不為的犧牲奉獻 這次我想也不例外 那耿輝也邁向第六屆 這段期間除了感恩 再次的謝謝我們所有的支持 我的鄉親父老 跟我的家人 還有我們的團隊 真的很辛苦 尤其這段期間的好大雨 冒著風雨陪著我愛家愛婦的去拜訪 真的在這邊特別的感謝感恩之外 那對我家人當然也無限的感恩 感恩他們這段時間的全力的付出 尤其兩個女兒還有媳婦 多留職挺心的 來全力來協助我 幫助我 我真的非常感動與感恩 有關我們市民家中患有重大疾病 重養護機構經畏的補助者 現在已經經過耿輝一直努力的七八年 終於有重大的突破 以往是只有中低收入 低收入及生活津貼1.5倍 或是說政府核定 重養護機構有補助之外 現在改為我們的稅率 集聚階梯式的來補助 那至於我們前市幼兒公托 我希望在我20屆能夠免抽籤入血 以減經我們市民經濟負擔 張耿輝特別感謝家人們多年來的支持 讓他無後顧之憂 成為為民喉舌監督市政 專職專業的市議員 更感謝競選服務團隊的志工好朋友們 跟著他一步一腳印 盡心盡力服務七堵相親好朋友 希望鄉親們繼續支持 讓他為七堵為基隆做更多的事 讓七堵和基隆更進步更繁榮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